我给这台平板安装了全新的Windows 11系统 以及Office三件套 以及Adobe三件套 再搭配配有触控板的磁吸键盘和触控笔 你甚至还可以打把单油原神 这是不是未来移动办公的形态呢 开个小玩笑 即将发布的小新Duet 今年小新笔电产品线新添的重磅一员 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款 Intel 12代二合一笔记本 没错 长得一副平板的外观 却拥有着笔记本新的二合一形态 得益于Windows 11 不仅能运行安卓原生应用 插上键盘秒变传统笔记本 更高效的输入体验和光标定位 干着相对更重的活 对于这品类 虽然强调的不是硬件配置 但还是先简单过一下吧 CPU是12代i5-1235U 两大核加8小核的设计 共10核12线程 15W的性能释放 显卡为锐距核显80EU 屏幕为12.4英寸 16比10 2560x1600的IPS镜面屏 支持10点触控 前后500万双摄 16GB 4266双通道高速内存 512GB PCIe 4.0的SSD 电池容量为50Wh 标配带有触控板的磁锡键盘 触控笔需要单独购买 小型DUED 机身轻约839克 薄约9.45mm 有四种模式 分别为笔记本模式 分体模式 创意模式和平板模式 在笔记本形态中 金属支架可以调节不同的角度 来配合你的视线 磁锡式的键盘底座 带有触控板 虽然很薄 但1.3mm的渐程 打字手感与小型笔记本 没什么两样 键盘注部局紧凑 支持三段背光 触控板位居于空格键正下方 键盘的概面是植物布面 而分体形态里 你可以拔掉键盘 通过蓝牙连接远距离使用 摆脱与屏幕之间的束缚 再小小的空间 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来到创意模式中 4096级压杆电容笔 和精准的触控体验 配合稳固舒适的支架 随时随地 为书写绘画带来无限灵感 平板模式很好理解 又能运行APK 又能运行EXE的高性能平板 能运行Steam游戏 例如沙滩XX和应用 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小新笔电里 少有知识触控的屏幕 第一观感就是很通透 很细腻 可能是因为12.4英寸小尺寸 分辨率给了2.5K 也可能是因为玻璃屏 加450尼特 目前小新笔记本里最高的亮度 另外拥有96% DCI-P3广色语 这块屏幕的表现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四边等面框 前后都有摄像头 500万像素 我们来拍一张实景看看 当然也可以扫描文件 笔的书写 大家也是能看到的 在自想强调下 屏幕的效果真的非常的 挺好的 有点词穷 接口部分 自带两个全功能USB-C接口 另一头是音量加减键和开关机键 你可以理解成 相比于普通的平板 多给了一个C口 在二合一笔记本里 做到如此接口 还是比较难得的 当然3.5毫米的音频接口 也不会落下 小新独爱的双扬声器 支持杜笔全景声 我们来邀请蔡老师 听听实际效果 已经超过了满足日常使用的标准 之所以把性能放到末尾 买这个本的朋友 应该不会天天拿来跑2077吧 不过原神在1080P低画质 平均可以跑到54帧 还不错 CG Bench R20多核 15W的1235U分数是12W的1130G7的2.5倍 甚至比28W的1155G7分数还要高数不少 有趣的是 相比于传统笔电 因为所有音件都是在屏幕底下 包括电池 因此键盘部分的热量是传递不过来的 始终保持清爽 得益于12代酷睿的AI算法加持 在联想深能引擎 还能开启超级分辨率 简单来说 开启后全屏看视频时 画面会更加锐利 360P的画质 可以免费提升到480P 在网速不够理想时 可以适当调低画质 既不用忍受低像素 又能保证流畅的观看 平板尺寸的小新Duet 目前在小新笔电家族里 是比较特殊的存在 拥有着最高的亮度 最高的PPI 不会发热的可拆卸式分离键盘 可触控 可触摸等等特性 都让它与众不同 可能有些用户会不屑一顾 但喜欢它的人 我提到的点 可能正好是他们所需要的 引用粉丝的一段话 它更像是一个变迁本 然后是一个万能的阅读器 再然后才是一台电脑 站着也能优雅地去处理各种需求 是电脑 更是Tablet 好了 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各位评论区留言